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44章失踪 不用 徐姐 你先不要早急 你在哪里 叶浩轩陈生问 我现在宾馆里呢 刚回来就接到了这个电话 徐莉早急的说 稳住 我现在找江浙的朋友来想想办法 你自己在宾馆里面自己一定也要当心 叶浩轩淡淡的说 好的 我没事的 重要的是把乔乔给救出来 徐莉强自镇定了下来 放心吧 乔姐会没事的 回头我会跟你联系 一会儿聊 叶浩轩说 好的 拜托了叶医生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只能靠你了 徐莉说 没事 我跟宁巧本来就是朋友 叶浩轩挂断了电话 他随即又拔出了一个电话道 君次 黑入卫星系统 帮我查查这个电话号码 是从哪里打过来的 明白老板 君次干脆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在那间堆满了破烂模特的室内 许丽挂断了电话 她的嘴角有一抹冷笑 瞧瞧 许丽走到了宁巧的跟前 蹲下来道 不要再做无所谓的挣扎了 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救你的 叶浩轩已经被我误导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徐姐 宁巧眷缩在墙角 她冷冷地盯着许丽道 我是你为亲人 是我最知心的姐姐 但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这样 瞧瞧 我不想伤害你的 真的 我没有打算伤害你 带你来到这里 完全也是出于无奈 许丽摇摇头 她苦笑了一声 说吧 你想怎么样 宁巧看了一眼 那个木讷的男人 这个男人见到许丽 就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一样 她在拿着一个洋娃娃 耐心地帮着那个洋娃娃穿衣服 一屋子破断壁的模特 昏暗的灯光以及那个神情有些木讷的男人 让宁巧感觉到心底有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或许你不会理解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许丽叹了一口气道 但瞧瞧 我是真的不想伤害你的 你是有苦衷的 对吧 宁巧笑了 或许你不妨对我说说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我知道 你在拖延时间 许丽笑了笑道 但是没关系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经历都告诉你 好 你说吧 我听这 直到现在 我才觉得你是一个有秘密的人 这些秘密压在你心里很累吧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男人 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几年前 我丈夫和他的弟弟去泰国经商 但是出了车祸 车毁人亡 他们两个当场死亡 我侥幸活了下来 我刚满18岁的侄子 也跟我们在一起 这些我都知道 宁巧皱了皱眉头道 我还记得你说过 他们三个人车毁人亡 没有人活着 对吗 对 也不对 许丽笑了笑道 或许吧 我侄子命不该绝 汽车毁了之后 他竟然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 然后呢 宁巧一边耐心的听着 一边想着脱身之策 虽然他没有死 但是他受伤很重 几乎是生死垂危 而且当时我们坠车的地方 是一个阴气森森的地方 前后不折 那个时候 我几乎绝望了 我抱这侄子 看这几手不成人形的丈夫 还有我的小叔子 几乎崩溃 许丽说着 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 最后 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看着这个女人 宁巧突然有些同情了起来 她的遭遇很悲惨 但这些不是她胡来的理由 宁巧觉得 既然活过来了 就要好好的生活 她嫌这没事绑架 自己干嘛 呵呵 在那个地方 我遇到了一位降头师 她的大县到了 许丽说 降头师 大县 宁巧抽了一口冷气 我传承了她的降头术 依靠那些恶心的降头术 我才活了过来 许丽说 小宝的情况也一样 其实在那天 她应该是死人的 但是 我用死人将 勉强保住了她的半条命 死人将 又是什么 宁巧感觉到 有些毛骨悚然 就是 以命换命啊 许丽奄然一笑道 一种很恶心的邪术 但是效果却很好 她就是你侄子吗 宁巧突然明白了 是的 小宝 过来 许丽向这那男人 招了招手 男人乖巧的 放下了手中的东西 走到了许丽的跟前 温顺地低下了头 许丽的身材并不高 但是男人低下头的时候 比她矮了一大截 她伸出手 在男人的头顶上抚摸着 你既然就回来了她 为什么不让她变成正常人 宁巧不解地问 我为什么不让她变成正常 许丽愣了愣 随即她笑了 笑得很凄惨 我何尝不想让她变成正常人 我丈夫死了 她弟弟也死了 我等于说 只有她一个亲人了 难道我愿意看着她 成天痴痴傻傻的样子 难道我愿意吗 许丽丝生教导 可我有什么办法 死人将不是万能的 这种方法 只能让她保持半人半师的状态 我试过无数种方法 想让她变成正常人 可是我都失败了 我没有一点办法 她的脾气有些古怪 虽然在我跟前很温顺 但是我了解她 她是一个不擅长表达的人 所以 只要是她喜欢的 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帮她弄来 包括我吗 宁巧突然明白了 许丽是她半年前认识的 两人认识 也算是巧合 但是回头想想 这巧合未免也太巧了 应该说 许丽是刻意接近自己的 然后她再安排一个巧合 让自己知道她的身世 博得自己的同情心 她理解自己是一个同情心 比较重的女人 再加上她的能力 所以 她有很大的机会 成为自己的助手 她接近自己 就是为了给自己 半人半师的侄子 创造机会 难怪自己不管走到哪里 那个木讷的男人 总是会及时出现 原来 就是这个原因 对 包括你 许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有些双眼 放光地说 瞧瞧你知道吗 在我对她治疗的时候 刚开始 她基本上是不会说话的 我只有拿她平时最喜欢的东西 逐一试探 然而 这一切都有引动徒劳 直到我拿出你的歌曲 她马上便有了反应 她是你忠实的歌迷 也是你最忠实的粉丝 所以 她一定会对你好的 许丽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说 相信我 你一定会幸福的 呵呵 幸福 宁巧真的要呵呵了 她指着木讷的男人说 你自己看看许丽 你的侄子 能算是个人吗 她现在是半人半师好不好 你觉得她和正常人一样吗 你让我和一具尸体生活在一起 换了你 你不会恶心吗 我不会 许丽的脸上露出一丝 近乎于病态的潮红 我只会加倍对她好 她长得太像我的丈夫了 简直是她年轻的时候 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如果她喜欢 我随时都会为她献身 疯子 变态 宁巧觉得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 对 在你看来 我是疯子 我是变态 但是 许丽晨声道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有多正常 她长得像我丈夫 而且还没有我丈夫身上那些缺点 她很听我的话 她对我摆一摆顺 所以 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你疯了 放开我 既然你喜欢她 那你就跟她过一辈子 让她做你一辈子宠物去 恶心 宁巧立声道 你闭嘴 许丽突然尖叫道 她是人 她是一个玩完整整的人 她不是宠物 她有血有肉 她是个人 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会把她当成正常人吧 宁巧冷笑道 她已经死了 许丽 你该醒醒了 她是个死人 我不知道 你用什么斜术在维持着她的生命 但我只想告诉你 那不能维持一辈子的 早点放手吧 放开我 我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你可以带着她离开 呵呵 放开 许丽笑了 她笑着摇摇头道 不可能 我是不可能让她离开我的 我把她当成我的亲人 也把她当成我的丈夫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的侄子 为什么长得像你的丈夫 随着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叶浩轩闪身走了进来 是你 宁巧又惊又喜 他现在真的恨不得 扑上去把叶浩轩给逆推了 这个男人 总是会在人绝望的时候出现 叶浩轩 你怎么会在这里 许丽的脸色一变 当然是你告诉我来这里的啊 叶浩轩笑了笑 我记得 我告诉你 宁巧被绑架了 许丽冷冷的说 呵呵 是啊 你告诉我 乔姐被绑架了 但是乔姐是怎么失踪的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叶浩轩笑道 你要是不打这个电话 我可能还怀疑不到你 但是 你这个自作聪明的女人 你竟然打电话说 乔姐被绑架了 这等于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你竟然打电话说 我会认为你竟然打电话说 我会认为你竟然打电话说